圣诞党期年度盛世新北欢乐耶诞城10月25日的记者会正式揭晓活动的八大亮点 活动期间自11月15日到114年的1月1日 也欢迎大家前来入城欢度耶诞 圣诞党期年度盛世新北欢乐耶诞城10月25号记者会正式揭晓活动八大亮点 同时也在市长与新北12家有限电视业者共同启动下 正式宣布2024新北欢乐耶诞城即将开跑 新北欢乐城一年一度正式从今年的11月15号到11月1号长达48天 我记得在去年的新北欢乐耶诞城 我们创造了762万的人次 可以讲说每一年的新北欢乐耶诞城的人次不断的在创新 不断的吸引全国甚至包括国际的友人来到我们新北欢乐耶诞城 来欣赏最棒全台湾甚至享誉全世界的欢乐耶诞城 2024新北欢乐耶诞城以魔幻之城为主题并以变装为主轴 带来全新灯区风貌及新创华丽的角色阵容 同时还有面积最大八层楼高的LED城堡梦幻展演主秀 更结合新北市府七局处13系列活动打造丰富欢乐的新北耶诞城 我们今年特别见过了一个最大面积高达8公尺的LED灯的城堡主秀 这是非常不一样 以前我们都完成了投射到新北市的市政府的大楼的墙面 这一次用LED灯架一个最高的 所以整个结构量体包括设计 我们都经过专家的评估以后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量 当然今天的主题创造的是不一样的思维 用魔幻用魔法来带动我们欢乐一旦城的气氛 各式各样的魔幻装置分布在市民广场 战前广场 万平公园 环状县南广场 板桥车站东俄门和府中广场等区域 活动期间自11月15号到114年1月1号展期48天 欢迎大家前来入城环渡圣诞 记者胡宇轩新北市采访报导 grease甩新北市采访报导